冒险小队深入异域盗宝 寻觅上古文明 鬼神莫测的幽灵飞机 诡决南方的独虫蛇蝎 今天让我们继续走进 天下霸畅的长篇小说 《迷宗之国》 上期说到 司马辉几人种了缅甸古树 一时间心灰意冷 一旁的缅甸少年因为年纪尚幼 直接被吓得抱头痛哭 嘴里反反复复念叨着一句话 脑子里有虫 脑子里有虫 这句话倒是给了司马辉一些提示 也许所谓的蛊 其实就是寄生在人体内的 柬埔寨诗人水质的虫卵 司马辉回想起那些巨型水质 躯体酷似人形 也许他们就是从以前 那些遇难者身体里孵化出来的 而且二把手一变之前 形容枯稿的样子 就如同有条诗人质 寄钻到了他的体内 吸干了他周身的精血和脑髓 到最后被成形的食人质 借其死尸躯壳 疑神唤醒 至于他的头颅会突然裂开 估计是因为那女黄水质已经入脑了 既然知道是水质在作怪 司马辉心里已有对策 所谓物极而返 树穷则变 有一物则必有一智 司马辉想起在灵中盘踞已久的乌芒 便转身从树上取了几枚芒卵 还没等众人明白过来 司马辉就已将三枚芒卵一一打破 随着蛋液流出 有股浓郁的奇香在空气中传播开来 过了半分钟左右 众人只觉得喉中似有异物 如如唇动 其痒难以遏制 然后同时挖的一口 各吐出近二十厘米长的寄生水质 只见那水质一卷一扫 贪婪的稀释地上的蛋液 待蛋液被稀释殆尽后 便僵硬不动 化为了一片片浓血 众人节后余生 个个都是脸色惨白 喘息了许久 其实司马辉事先根本毫无把握 此时见着救命之策果然可行 心下也觉侥幸 他还想救下先前逃走的那伙人 便带着缅甸少年从后面追了上去 可惜时机已过 那些人体内的水质已养成了形 他们最终都惨死在了这野人山中 对此司马辉也只能哀叹一声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昏暗无比的天边 居然出现了一架幽灵飞机 那么这架飞机究竟是何来历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喜欢本系列的观众 记得多多点赞订阅本专辑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订阅本专辑